地狱 这个话是中国古时候的古汉语 中国人称地狱 佛教没中国到中国来 中国古生献献也将有地狱 佛法来了之后 把地狱讲得更详细 更清楚 凡语 纳诺家 这是阴语的 耶凡作你你 还是阴语的 舍大臣论阴语 此以有四亿 地狱 有四个意思 第一个不可落 这里头没有快乐 第二个呢 不可救济 是因为是他业力变现的 没办法帮助他 地狱是化现的 全是业力变化的 我在前面曾经举过 张太炎的 张太炎的 张太炎在世的时候 就做过东药大帝的判官 东药是泰山 判官的地位很高 就像现在的秘书长一样 一般人称二八十五号 应该是 判官有特别的事情 不能上班 不能办事 东药大帝请张太炎 就带礼 时间不长 只有一个月 所以张太炎在这一个月当中 日夜都不能休息 白天阳间的事情 晚上轨道的事情 日夜都要上班 确实很累 有一天他写个请假条 用黄纸写个请假条 黄昏的时候在门口就烧掉 他说有效 那天晚上小鬼没有来接他 他说轨道的生活 跟人世间差不多 不过就轨道就是阴天 天永远是阴天 日月薪都看不到 那昏昏真真 那鬼的寿命别人长 人的寿命短了 鬼的寿命 短命的都一千岁 我们人间的 所以他在轨道里头 看到很多古人 像韩愈的时候 他们常常读这些书的时候 在读见到 他们在轨道 他有一次向东亚大帝建议 听说地狱里头 泡落这个刑法 把这个铜柱烧红 让罪人去抱这个柱子 他说这个很残酷 可不可以把这个刑法废除 东亚大帝 东亚大帝派了两个小鬼 请他到现场去参观 小鬼就带着去了 走了一段路之后 小鬼告诉他 到了 他看不见 他是个佛门弟子 恍然大悟 地狱是自己 业力变化的 你有这个罪 你就看到 就像人做梦一样 梦中境界 别人看不见 所以才知道 地狱不是阎乐王建造的 也不是东亚大帝 让这些罪人 故意守着罪 不是的 完全是自己业力 变现出来的 我们从这个 这一点 就想到 佛说的一切发动性象征 是你自己心里想 东西变现出来的 所以念头决定一切 是你自己心里想